主席,假消息特別是牽涉到危害公共安全的消息傳播得非常快 對社會可以造成非常巨大的傷害 今早何君堯議員不幸地被人用刀斬傷 現在在網上竟然還有一些很仇恨性的言論不斷地發放 我想問就是新加坡已經有立法禁止假消息的一些發放 在主體答覆裡面政府的回應就說現行的法律都有監管發佈危害公共安全的信息 會觸犯普通法的煽惑他人作出公眾防擾罪 我想問現在到目前為止有沒有一些執法檢控成功檢控的數字和個案